我们今天塔罗牌自学来到了战车牌的牌翼 那我们一样会来看战车牌的图像介绍跟解读 以及传统牌翼延伸观点以及生命灵术期的特识 然后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战车牌的图像跟介绍我们可以看一下 战车牌它描绘的是一个穿着盔甲的战士 站在这个战车上面 所以这个战车它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状态 那这个全副武装非常的重要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全副武装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呢并且这个战士它就是 有点像是前面它是有两个师生人面相 就是斯芬克斯的形象 然后在拉动战车一黑一白 所以象征的是一种黑白的二元性 那战车牌的后方有城市 象征文明跟秩序 然后头上的心形灌灭 代表的是神圣的保护或者是智慧 那这里的月亮啊 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比较敏感 或者是内心中的一种不安全感的一个状态 所以战车它所代表的是意志力 还有胜利 象征着透过决心或者是控制 可以去达成你的目标 那也象征克服困难跟挑战 提示问补者需要更多的坚持 还有努力才能达成你的目标 那这个是战车牌的图像描述 那传统牌医对于战车牌的描写是这样 正位的牌医通常都是告诉你有强大的意志力 或者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状态 那如果正面的牌医是胜利 那逆位的牌医有可能就会是失败 或者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已经失去控制了 你需要重新掌控局面 所以正位的牌医跟逆位的牌医 其实是相差蛮大的 但是如果说正逆位他本质是同一张牌的话 那战车牌他所代表的含义 应该是我今天要在成功的这条路上 所面临的挑战 那正位就代表说我能够渡过这个挑战 渡过这一个辛苦的状态 那逆位的话他就会是 这个挑战跟辛苦 我可能是无法度过的 我可能在经历了这些挑战 经历了这些辛苦之后 我是失败的 我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撑下去的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会比较简单 那我们对于战车牌的生命观点是怎样 战车牌他提醒我们意志力跟决心是达成目标的关键 所以我们需要像战士一样 我前面有讲就是战车牌他所代表的是我们挑战的过程里面有多辛苦 有多劳碌 大家都知道全副武装要去打仗他就代表说 这条路他是不轻松的不然我为什么要装备这么多的武装 这么多的一些防具武器在我的身上就代表说这条路是不轻松的 而且战争本身也是辛苦的 战争本身也是有敌人的 所以战车牌他其实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胜利跟成功 我们要看的是他的过程里面有多么的辛苦 要面临的挑战有多么的巨大 这个才是战车牌他的核心 所以战车牌他所象征的是控制还有掌握局面的重要性 那他也在提醒我们控制的同时你要保持内心的平衡 如果你今天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的内心失衡了 你觉得自己一定打不赢对方那就完蛋了 就代表说你就有可能变成战车牌的逆位你就失败了 所以战车牌他是告诉我们生活中充满各种挑战跟困难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逃避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勇敢的面对 坚持到底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 好所以抽到这张牌 就是先不要太开心说我一定会成功 我一定会达成我的目标 而是你要去思考 这个过程中这么多的挑战 这么多的困难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突破它 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最后我们来看到生命灵数七的特质 生命灵数七它是战车牌的一个显现 比如说你现在是七号人你把你的生日全部加起来是七的 你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特质就是你是一个很喜欢思考跟反省自己的人 或者是你很喜欢去质疑跟辩证某个权威或者是某个学问 所以生命灵数七的人通常都很有深刻的内省能力 很深刻的智慧 而且会很喜欢探索一些内心跟哲学问题 你们很喜欢去思辨 这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是你很喜欢去思考 为什么塔罗牌会准 那我的人生所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是七号人的特质 所以你们的个人的那种魅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好那再来就是七号人其实也还蛮独立跟自律的 你们对事情都有蛮高度的自律性或者是决心 那对于神秘未知的事物其实也很有兴趣 比如说一些哲学啊神秘学 这个你们都很有兴趣 因为代表七号人在这一块上面 他会去想为什么会这样 他会去思考 那我想要了解更多 我想要了解更深入 你们就不会只想要看表面而已 你们会想要了解一个学问 他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生命灵数七的人 是最擅长分析跟洞察的人 那这也就是你们的天赋能力啊 就是可以去理解复杂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测验 就是请解释一下 战车牌如果放在感情上面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生命灵数七有什么样的特质 还有战车牌在你的人生中 代表了什么样的经历 那请将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 请不吝点赞